有嗎?哈囉 哈囉哈囉 大家有聽到我的聲音嗎? 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聽到我的聲音? 開始了嗎? 好 那今天呢 就是又來跟大家介紹 因為其實真的是每一天 疫情真的都非常的 不斷的在增加我們的人數 所以今天呢 現在看到我們現在超級豐盛的火鍋 大家在家應該吃泡麵跟吃水餃應該都吃膩了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一定知道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們現在桌上滿滿的火鍋料?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是來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的海底撈 因為想必大家應該都知道 海底撈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服務 所以呢 今天我們海底撈就是推出了三種非常非常好的服務給大家 那哪三種呢? 我們在講之前呢 就是先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你們自己平常有沒有就是非常喜歡吃火鍋 大家有沒有喜歡吃火鍋? 然後其實也是真的滿喜歡吃火鍋 就是不管是春夏秋冬的天氣都一定要在家可以吃火鍋 或者是跟朋友出去聚餐一定也都會吃火鍋 那因為現在疫情的情況就是大家沒有辦法出去聚餐 所以呢 我們今天海底撈推出了三個服務 是哪三個呢? 先來跟大家說一下 他們現在推出的服務呢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外帶免下車自取服務 它一樣呢 就是我們現在 金站這邊特別推出了一個外帶餐 所以呢 外帶餐的部分就是 其實它裡面有分啊 因為我們其實大家 我們從一家人全家吃的料理開始 因為你看喔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們現在桌上的話有四個四公格的鍋子 那其實因為我們這邊呢 最主要推薦的就是 我們外帶其實它是免下車的服務 如果你今天在他們的APP裡面 叫如果你想吃的商品 那我們這邊呢 就會直接幫你送到我們的華音街 所以呢 這邊呢 就是非常好的第一個服務 而且全部外帶喔 金站這邊獨家85折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服務推薦給大家 那第二個服務是什麼 第二個服務就是 如果今天你只有一個人 那今天又想要吃麻辣火鍋 這邊非常推薦他們的撈撈餐 他們為了就是一個人在家也可以吃到 非常非常好吃的撈撈餐火鍋 裡面其實它有很多可以選擇 等一下我再來跟大家細說 第三個服務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安心外售餐 那我們的安心外售餐呢 就是有專人直接幫您送到府 那這邊的話呢 一樣我們其實會有分公里數 如果你今天其實是住台北市或新北市的 其實都可以叫餐 因為他們是以10公里 15公里 20公里去計算 那等一下也會跟大家細細的先說明 那今天呢 我們其實大家 我來看一下 大家有沒有什麼特別想要詢問的啊 因為我覺得大家應該在家裡可能真的是待了好幾天 所以呢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到底要去哪 今天呢 我們就來做我們最最酷的 來 我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這邊這個是他們的外帶清湯料理包 其實我覺得這個很酷欸 應該有很多人都有看到我們網路YouProver 或者是其他人都在介紹這個湯底 而且我自己默默偷偷去搜尋了一下 海底撈的湯底鍋真的是全部喔 那時候我看排名前10名是第一名 被標榜出第一名超級好吃 非常推薦可以在家使用 而且他其實有分成三種口味 而且是可以三到五人用餐 他這個煮法其實超級容易 因為今天呢 海底撈他真的是非常的貼心 直接幫你所有的餐盤組合都幫你做好 所以呢 今天如果大家在他的網路上直接訂餐 他就會幫你直接外送 那你也可以自己取餐就會是這個樣子 那我剛剛其實已經有叫了海底撈了 所以大家呢一定會想要知道 我們海底撈裡面有什麼東西 大家有沒有很新奇想要知道一下 我跟你們說 這邊呢我自己叫了一個金針菇 他其實是用一種小紙盒裝起來 那你可以直接很簡易式的直接可以做成盤 那家裡的話你可以直接拿盤子來裝 那我這邊呢就是我剛剛叫的金針菇 然後他是有一個透明的盒子幫你直接外帶包裝好 而且非常的衛生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那這邊呢我打開先把它放著 這是我們的金針菇 好 那再來是什麼 我們這樣感覺有點像在拆驚喜包欸 這外帶餐點裡面的驚喜包 再來呢我叫的是青菜 將將 他也是包好了一個盒子 然後幫你裝好直接放在那裡 所以你今天就可以跟全家人一起用餐 所以你今天呢只要外帶這些生鮮食品 全部都想85折 超級划算 因為我覺得今天大家都悶在家裡 所以可能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有些人可能想吃火鍋 但是又想要大家一起食用 那這樣子的話呢其實我們就可以全家人一起用餐 而且全部喔真的是全部都有85折優惠 我覺得海底撈這次的服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周到 再來還有什麼我覺得大家也很新奇 將將 我現在總共點了四個 然後呢我點了三樣菜嘛 就是我們的金針菇還有青菜 然後跟我們的火鍋料 因為火鍋絕對少不了我們的火鍋料 我叫了魚餃魚蛋 然後呢這邊他就幫你裝成一盒 然後你可以直接下鍋 我覺得等一下我就來料理給大家看 好我們先把它擺在旁邊 將將 好然後呢最後一個是什麼 最特別的在這裡 因為來到海底撈這些東西都是基本盤 最特別的就是海底撈他們有外面點不到的餐點 就是我們的撈麵 所以呢剛剛我也點了一個撈麵 他就把它用盒子裝起來 所以呢等一下我也可以直接吃到撈麵 這是外面都吃不到的喔 我覺得非常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所以呢今天如果是全家大小想要一起用火鍋用餐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點生鮮 生鮮的食品 然後總共就是我們的優惠價就是85折 而且他的這個紙袋超級貼心的 全部都幫你裝好 好所以你不用特別擔心說有沒有什麼就是 可能有細菌感染或是什麼的 他就是幫你裝好一袋 然後全部都用盒子裝起來 好 這邊呢我現在來跟大家分享就是 如果今天啊你可能買了這些生鮮料理啊 你可以直接動手自己煮 因為在家其實一整天都不知道要做什麼的話 我們今天呢就可以全家人一起來煮飯 那我覺得煮飯這件事情其實可以找到他的樂趣 而且他們的湯頭其實真的很好喝 因為應該是說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們的海底撈 他其實本身啊就是四川麻辣鍋最有名 所以他的其實湯頭呢 最好的就是我們的麻辣鍋湯底 那我現在手上拿的這個呢是鮮香清湯 所以呢等一下我現在放鍋裡面煮 他的煮法其實很簡單耶 反正就是呢他就是你先剪開 他後面都會有一個 這邊 他後面會有一個教學 那我這邊先用口頭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你可以自己適量啦 因為他這個可以三到五人份 那其實呢他可以做800公升的水 或者是加1000到1200 因為有一些人可能 如果你今天真的很喜歡吃麻辣鍋 但是你又怕他太辣 其實海底撈的麻辣鍋是麻而不辣 但就會覺得說好像是在口裡面覺得有點麻 就是不太敢吃辣的人 你的水就可以加多一點 就可以建議你們多加 然後呢這邊呢就是把它剪開 打開後 這邊可以有小邊可以看 他裡面會有兩個包裝 對有兩個包裝 這個是清糖的喔 然後有兩個包裝 然後呢你這裡他會有一個包粉 然後再一個類似像飾物的 飾物的一些裡面還有枸杞啊 跟一些藥材的部分 這就是清糖超級好喝 來海底撈大家一定都不會不知道的 所以呢我們現在呢就是把 因為剛剛我們已經有把水已經先開煮了 水已經有熱過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這個料理包直接丟下去囉 大家應該都很喜歡吃海底撈吧 應該沒有人沒有吃過吧 因為海底撈欸 我打開之後 這個中藥味超重欸 這就是我們平常海底撈 大家一定都會先知道 一進來的服務 他就會先幫你用一個小碗 小碗裝然後之後他不是會有一些肉渣 再加上我們的那個蔥 對然後就會幫你用到三鮮湯裡面 超級好喝真的是非常棒 那我現在先把這個粉包先把它丟進去 料理包嗎 來我來幫大家做解答 這個的話呢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的話是三到五人份 然後淨重的話是110公克 然後他的料理包呢我來跟大家看一下喔 料理包其實他是分三種口味 我現在手上拿的這個呢是168 就是料理包168塊 然後我們金站的一樓都有在賣 而且呢等一下我還要跟大家說 宵夜還有驚喜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清湯料理包 等一下然後呢 他剛剛還有一個中藥材 這裡有一個乾料包 我一樣把它加進去 欸其實我覺得這個在家裡啊 真的煮了就會覺得 我好像在海底撈用餐 大家一定是超級喜歡 等一下我來把這個中藥材把它加進去 而且他裡面有滿滿的枸杞欸 我覺得喜歡喝清湯的人 真的非常推薦這一道 超級好吃 好再來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麼 還有一個這個 將將 他總共反正就是有三種口味 這個的話是酸辣 他其實是番茄鍋 那其實我覺得啊 這邊其實我有很多朋友來吃海底撈 其實他有分成兩派說法 為什麼會說兩派 因為番茄大家都會覺得可能是甜甜的 然後有些人會覺得酸酸的 但其實不一樣 因為這個雖然它上面有寫酸香啦 但我個人覺得喝起來的話 其實倒沒有到這麼酸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偏酸的話就不敢吃 然後有些人好像也有 我也有聽說就是好像有些人不太敢吃番茄 那我這邊也是開箱給大家看 看裡面也是什麼 其實啊這個料理包啊我真的覺得非常特別 因為它有很多做法 如果今天你不想要吃火鍋的話 你也可以拿來當就是 料應該是說可以拿來當我們的那個調味包來乾炒 或者是直接可能加入什麼牛腩啊 或者是就變成番茄牛腩鍋等之類的 這邊一樣開箱給大家看 將將 哇 哇 滿滿的 滿滿的番茄 這裡一樣它裡面有兩包 兩包都是番茄 所以如果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自己先挑選你自己喜歡的口味去下定 因為你今天喜歡吃番茄味重一點的 那你就可以兩包都加進去 那如果你今天呢 只喜歡就是一點點淡淡的香 那你就可以直接加一包 那我們現在呢還是一樣把兩包都加進去 來看一下口感如何 其實我覺得在家料理這個啊 真的是滿好玩的耶 因為你可以煮一個就是很好吃的火鍋 然後給家人 其實我覺得就是懶人包真的非常方便 我覺得大家最近真的是吃到一個 吃水餃吃泡麵已經吃到沒有辦法在家裡了 我覺得可以換一下口味 所以這邊呢海底撈真的非常天心 你只要生鮮外帶食品都可以叫得到 只要是海底撈有的餐點都可以叫得到 那我這個呢也把它放進去 把番茄滿滿的番茄放進去 哇超多 其實上面感覺好像是有一層油耶 但我跟大家講啊上面的一層油 大家以為會是辣油 其實它並不辣 它真的並不辣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加進去 然後呢其實這裡也可以做自己喜歡的料理鍋 假設說今天你喜歡吃什麼就直接加下去 變成你自己獨創的海底撈 真的自己獨創的海底撈 然後再來呢我這邊再跟大家介紹一個口味 將將 就是我們最重點的麻辣四川麻辣口味 這個是我本人自己超級喜歡 因為我覺得吃什麼東西都要有辣才會香 那我這邊呢也是一樣二話都說直接開箱 來給大家看一下麻辣康底 將將它一樣裡面有兩包耶超級厲害 裡面一樣是兩包辣 整個就是滿滿的辣椒 而且還有香油真的是非常厲害 大家有沒有有沒有人沒有吃過海底撈的 應該沒有人吧 大家應該都有人吃過吧 真的是非常推薦 我覺得這個湯就是湯底包的部分啊 就是非常非常推薦 不是只有現在可以吃 其實你也可以放到之後 如果你今天想到你就順手拿起來 那你就是你可以煮當晚餐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肚子餓的時候 都可以拿起來做使用 來我來看一下喔 我現在把這個湯底包兩包都加進去喔 來加進去 那大家應該粉絲會 剛剛才進來的粉絲應該不知道 我們的水啊現在都是加800公升 所以呢這邊的話就是你的水分不要加太多 因為你水加太多的話它就會越稀釋 所以大家記得水不要加太多 不然它的味道可能就會比較淡 那如果當然啦 如果今天你不敢吃太辣的太辣的粉絲們 你們可以就是不用加 不用加這麼少的水 你可以去稀釋它 所以就不會味道這麼重 粉絲會說想吃 對非常想吃 我跟你們講 等一下最後面還有超級厲害的 要跟大家做介紹 這邊前面都是前菜而已 所以呢 剛剛我在提醒大家 因為海底撈這次呢 其實大家都一定知道 你們來吃海底撈一定是服務 因為其實我想跟大家私心分享一下 我自己私底下跟朋友來吃海底撈的時候啊 其實很多時候 你就會像被 應該是說你很像被 當成王子跟公主對待 因為你只要一個小動作 那個服務員就會馬上飛奔過來找你 我就覺得真的是非常好 就像如果你的筷子只要掉了 它就會馬上從二三桌遠的距離馬上來找你 我覺得這個服務真的很好 所以呢 他們這一次推的服務也非常周到 因為我知道大家可能在網路上都會有問說 就是他們之前有做了一個服務 就是外送到府還幫你收餐具 但是因為現在呢 因為疫情的情況下 所以我們也不會建議說 我們的外送人員直接到你們 就是到你們家裡面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是一個外送餐點服務 我們這邊呢 就是有推出我們的 外送生鮮食品有85折的優惠 那這邊呢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的外送生鮮食品呢 其實這邊先跟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折扣碼 折扣碼就是請幫我們輸入HI5D HI5D就可以享有85折的優惠 非常的划算 所以呢 這邊呢就跟大家介紹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其實水都已經煮滾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想吃的火鍋料直接下下去囉 那這邊呢 因為剛剛其實呢 如果你今天在家裡啦 我自己準備了一個在家裡可以使用的盤子 那你今天呢可能假的外帶的東西已經倒斧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先把它盛盤 就是看你喜歡加什麼口味 你喜歡加什麼料 你就可以把它加進去 那我一樣可以做一個擺盤 這樣感覺在這樣感覺也是在吃海底撈感覺很像在外面 其實這個其實這個這個東西啊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去可以下訂單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是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口感的部分 因為這裡啊就是沒有應該是大家都有吃過海底撈啦 所以我覺得可能不用特別再介紹他的一些基本盤 有沒有粉絲想問什麼 有沒有粉絲想問我什麼 今天我們就是來大放送 來跟大家介紹我們的海底撈全餐 而且啊它很貼心喔 像我現在叫的這些生鮮食品啊是可以是可以跟家人一起享用 那這邊的話呢最主要特別的就是在於 其實基本盤的火鍋料真的不特別 最特別的就是他們有一個撈派 撈派的食物 就是它會有一個撈麵啊 撈派羊肉啊或者是有其他組合 所以呢我可以點到外面點不到的撈麵 超級不錯的 我先把它下在麻辣湯鍋裡面好了 大家應該想吃肉麵吧 懷不懷念 大家應該來吃過海底撈的人就會知道 它會在你面前一直甩一直甩 將將 它一樣可以一人點一份 撈麵直接下在我們的麻辣鍋 絕對是絕配 非常推薦給大家 好那再來呢 我這邊的話呢其實剛剛 因為他們也有一個肉盤的服務 所以你今天也可以點肉 那肉盤的部分呢剛剛已經先盛好 盤子放在這邊 對 可以到我們的連結網址上面 因為我們的網址上全部都有菜單 它有分喔 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自己一個人 共享一鍋的口味 你也可以直接點一種口味 然後再點我們的生鮮 就可以想85折優惠 然後金站這邊呢就是特別有一個優惠嘛 所以這邊可以在我們的官網上面 直接做點選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樣 我們在家裡我也想要吃四公格的口味 上面也可以選喔 它上面都有湯底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料理這樣子 好 然後呢這邊的我們剛剛已經下了嘛 那我現在把我們肉先下在另外一個清湯的部分 我把肉下清湯 然後就是看你們自己喜歡加什麼料理啦 然後另外的話呢 我就把魚腳的部分下在番茄鍋 看你自己喜歡吃什麼 我們就可以給它下什麼 這就是你自己的獨門料理 獨門的喔 然後呢 今天如果你喜歡多吃一點青菜 你也可以把它下在清湯鍋裡面啦 我覺得這樣子煮起來真的是非常的好 這裡這裡好 然後呢 然後再等一下我們先讓它滾一下 然後在吃之前呢 我來跟大家介紹第二個 為什麼今天我們會特別說 台底撈的服務特別好 因為他們推出了我們精湯獨家的撈撈餐 什麼叫撈撈餐 我來跟大家先看 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呢 撈撈餐的部分 我剛剛呢其實也有點了一個 它的撈撈餐其實很不錯耶 給大家看一下 將將 它的撈撈餐呢 一樣會幫你用外送的服務 但是你們可以到我們的金站這邊去做取貨 那我們取貨地點呢 其實就是免下車服務啦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盡量不要就是 就是不要有特別上面的接觸 那我這邊呢跟大家說一下 我先把菜盤放旁邊 我們的撈撈餐真的是我們今天的重點壓軸 大家趕快幫我分享起來 有沒有朋友喜歡吃海底撈的幫我講加一 喜歡吃海底撈的可以幫我喊一下加一 讓我知道你也超愛吃海底撈 好 那我們呢 這邊為什麼要講撈撈餐 免下車 對 有免下車活動 所以呢 這邊呢 我們的撈撈餐特別推出了 就是一系列的餐點組合 它這邊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剛剛這邊呢 我叫了一個撈撈餐 那一樣呢 大家最愛的應該就是麻辣鍋 將將 欸 拿反了 這邊大家有看到嗎 它的獨享撈撈餐 那獨享撈撈餐呢 一樣就是會給你一袋 然後呢 直接幫你打包好 幫你裝好 你可以自己一個人吃 因為剛剛我們介紹呢 其實就是全家人一起用餐 那我們這邊呢 推薦一個 一個人也可以吃麻辣鍋 所以呢 這邊呢 其實它就有三種 湯底可以讓你做選擇 而且呢 它有打八五折 因為一般來講啊 其實你是海裡撈一定知道 我們真的都是不折扣的 這次呢 它的服務真的就是做滿做足 所以呢 就是替大家就是著想 我們這邊推出了我們的獨享撈撈餐 那我們這邊獨享撈撈餐呢 一樣 我們最經典一定是麻辣吧 所以大家如果有喜歡吃麻辣的 你們就可以選這個選項 那再來呢 有番茄鍋 番茄鍋也是我們還不錯的口味 那最後呢 就是我們的三鮮鍋 所以大家都可以選擇 你們自己喜歡的湯底之後呢 它的肉品呢 提供了四個組合 可以給大家選一個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呢 比較喜歡吃牛肉的 你可以選牛里雞 然後你喜歡吃魚肉的 你也可以選魚肉 所以就是任你自己挑選 然後呢 裡面有內涵的 就是有高麗菜 青江菜 金針菇 米血糕 還有我們的小麥豆犬 跟我們的玉米筍 最特別的就是他們的血旺 血旺是超級必點食材 這個東西一定必點 所以他們也都幫你附註在裡面了 所以這一整個餐超級完美 趕快幫我們做分享 今天真的是很愛吃海底樓的人 真的不能錯過 好 那今天呢 裡面有什麼呢 大家一定會很好奇 這個呢 就是他們的經典烏梅汁 它裡面有幫你附了一個烏梅汁 我需要打開給大家看嗎 烏梅汁應該就不用特別再介紹了 超滿 對超滿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再來呢 我壓軸放最後 再來就是有附一碗白飯 好 然後呢 這裡 將將 這就是我們的獨享撈撈餐 哇 打開之後我跟你講 超級豐盛 超級豐盛 來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跟你講大家最在意呢 就是我吃不吃的飽 肉片多不多 你看一下它滿滿的最上層 全部都是肉片 全部都是它的麻辣湯頭 看起來就超級可口 我來看一下喔 因為一般大家點火鍋啊 應該都知道肉片其實頂多 可能就是你知道點三叉 什麼什麼媽之類的 只有兩片 或者是三片 來我們現在來數一下它總共有幾片 它的海底樓裡面的料理 總共有幾片肉 它的料真的是非常豐富 來這是第一片 第二片 第三片 還有喔 第四片 第五片 欸你們應該沒有看過火鍋料理 這麼佛心的吧 肉片是裡面最貴的 它不放什麼 什麼一些什麼魚腳魚蛋類的東西啊 它就是全部都給你肉 第七 第八片 第八片 是不是很佛心 每塊肉都超大的 不是那種碎木喔 也不是碎肉喔 每一塊都是這麼大片 真的是佛心 而且只要兩百塊 還可以幫你打 就是已經打完八五折的價格 就是兩百塊 因為原價是二三五 所以今天呢 你還不訂嗎 外送直接八五折 而且它裡面啊就是一樣 有滿滿的青菜啊 還有一些它的血 哇 大家一定有吃過吧 還有它的那個 豆就是這個什麼 小豆皮捲 這邊 然後還有青江菜 欸它的菜其實也很多欸 滿滿的菜 其實我覺得很厲害欸 真的是很厲害 然後呢 這邊最貼心的是什麼 你吃完了 也喝足了 我們這邊呢 海底撈還有一個最貼心的服務 水果喔 還有附一個水果盤 今天的話是巴勒 還有附一個水果盤 欸我打開蓋子就超香的欸 完全 聞到巴勒的香味欸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佛心 大家有沒有心動 等一下肚子餓 馬上下單 馬上點餐 直接想八五折 超便宜的 超便宜的 我跟你講你在海底撈 一個人平均如果真的要吃到飽 也要一千塊 如果你今天可能點了一些餐點或什麼的 你真的是平常你如果跟朋友來 三四個朋友來 你也要點到一千塊才吃得飽 但是今天呢 我們就是一鍋搞定 獨享撈撈餐 一個人兩百塊吃到 吃得很飽很飽 而且呢 裡面有真材實料 至少將近八片的肉 都快要十片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推薦給大家 非常優惠 我先 然後我這邊呢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呢 如果今天呢 你可能點完餐之後啊 如果你今天想要 覺得他這些料 你如果 因為我們這個的話是固定好的 再跟大家說一次 將將 哎呦 又麻煩了 再跟大家說一次 他總共呢 會有三個口味 可以讓大家選擇 然後呢 這裡呢 就是一樣 有四個主食 讓大家選 我個人呢 是真的蠻喜歡吃麻辣的 麻辣真的是非常推薦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喜歡吃牛肉 那我就會選麻辣牛肉 然後裡面內涵的料 就是有這麼多 那如果裡面有你不喜歡吃的 你也可以自己額外 買生鮮的東西 直接加進去 那我這邊呢 就是來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可以自己獨創我們的餐點 像這些啊 這個碗 你如果自己用完之後呢 你可以自己拿鍋子 然後直接煮 我直接把它倒進去好了 我直接就是 我剛剛叫的外送呢 我直接倒進去 然後把我們的料都可以加下去 假設說我今天我喜歡吃金針菇 我就把金針菇加下去 然後呢 我喜歡吃肉加魚片 我一樣可以把我的魚片加進去 我這樣就有兩個主食 這樣也可以自己獨創海底撈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然後最後呢 你可以再把你喜歡的肉片加進去 超大一鍋 我給大家看一下 非常豐盛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對 因為有點燙 真是不好意思 這裡面整個就是滿滿的個人餐 而且吃到真的會吐 超飽 會吃到超飽 那我現在呢 就先把口罩脫下來 我們先來喝一下他們的湯 講了這麼久 都還沒有喝他們的湯 怎麼可以不介紹呢 所以呢 我們現在 來 這邊 我們先來試喝 因為這個都是我剛剛自己料理的喔 你不用自己 你就是 你不用擔心說回家自己怎麼料理 很簡單 我們先來喝一下我們的麻辣好了 先盛一碗 先盛一碗 因為滿燙的 它裡面真的還是有滿滿的藥材耶 它除了辣椒以外還有滿滿的藥材 我來給我看一下喔 因為它其實大家可能會被它的辣油嚇到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它的湯 麻辣湯頭 上面都是上面上面是滿滿的一層辣油 然後底部是湯 我來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大家一定不知道 海底撈其實是 應該是說海底撈這個品牌 它其實是大陸來的嘛 那今天呢 它在我們台灣開的這個湯頭啊 其實它有改良過 大家一定不知道 因為它的改良湯頭就是 其實如果你有在大陸那邊吃到的話 你一定會知道 它的裡面的成分 它是七分油三分湯 但是台灣跟大陸是不一樣 它是倒過來的 我們是七分湯三分油 所以台灣的湯是非常適合可以直接食用 就是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女生一定也會怕胖 那所以呢 這邊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其實用的煮法也不一樣 那我這邊先等它量一下 那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加自己喜歡吃的料 在家就可以煮一個非常棒的一個火鍋喔 因為我本身自己真的非常非常愛吃火鍋 三餐真的是無肉而不歡 所以大家一定可以加你自己喜歡的料以外 又可以吃到很好吃的湯頭 我先吹一下 有沒有粉絲想要問什麼問題啊 因為都是我在跟大家分享 大家如果想要跟我在家無聊 想跟我對話的 可以現在在直播間裡面留言 有什麼問題我可以立即幫大家做回覆 有人喜歡有人說獨享撈撈餐然後一個愛心 可以點了可以點了 對可以點了我覺得非常棒 這個湯真的很燙欸 哇這個湯頭真的非常 我跟應該是說我 因為我覺得我可能喜歡吃辣 所以我怕我會覺得 因為我個人覺得不會很辣 但是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怕辣 那你真的怕辣的話一定可以稀釋一下 那我這邊跟大家講 因為這邊就是麻而不辣 就是也是非常歡迎大家來嘗試 因為它的湯頭其實真的非常的棒 它的湯頭中裡面有添加牛油還有牛骨 讓不敢吃牛的人也可以品嘗 所以我覺得這個湯頭真的是改良版的麻辣版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其實裡面有些麻辣鍋啊 它裡面是就是單純的油而已 但它裡面其實是真的有放辣椒 那個也不算麻辣籽 它是真的是辣椒皮 它裡面是可以吃得到辣椒皮 所以我非常推薦給大家 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自己自製的 我剛剛還在 我還在煮一下我的那個海底撈撈鍋 好 在煮的過程中呢 我們現在也可以來先嘗試一下 嗯 小編不好意思 可以幫我拿一個碗嗎 對 然後呢 現在呢 我們就來喝一下 我們的清湯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剛剛我還加了 我覺得還不錯啦 青江菜 它裡面呢 我給大家盛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裡面有滿滿的枸杞 還有一些藥材 這就是清湯 真的是非常好料理 而且呢 其實啊 你們在料理的時候 它後面都有教學 我來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呢 這個東西呢 它其實會說 它可以加約兩瓶的礦泉水的量 加到這個就是材料包裡面 然後加進去之後呢 它可以就是讓骨湯喝起來的味道更濃郁 所以呢 這個東西還不錯 因為你今天想要喝中藥材的 或者是裡面也可以加 喔 依據個人喜好 你裡面也可以加一些 筍子 或者是 骨 大骨頭 然後還有我們的香菇等食材 就是非常配我們的這個 三鮮湯的料理 會讓湯更甜 對 沒錯 會讓湯更甜 然後呢 你裡面也可以加一些玉米啊 山藥啊等等之類的 非常健康 我覺得就是依你們自己個人喜好 可以加入你們自己的食材 然後呢 這其實 其實從剛剛煮到現在 五到十分鐘 它就已經煮好了 那頂多就是你再加一些你自己喜歡的食材進去 就可以完成一鍋自己的火鍋喔 好 那我這邊呢 也來喝一下三鮮 我們的那個清湯的部分 哇 中藥材的味道很 很濃郁耶 因為它裡面還有加了那個枸杞 跟一些些許的藥材 所以它可以讓那個整個湯頭 就是非常的 應該是說非常的鮮甜 那喝起來之後呢 其實你也可以加 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加 魚片海鮮類的東西 就不要 因為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在家煮啊 你也沒有辦法就是去很專業的挑出那個肉 肉末嗎 肉渣 因為你如果弄在這裡面的話 其實裡面都會有一些泡 泡泡 所以我覺得這個啊 肉的部分 我比較覺得大家推薦 可以加入我們的那個麻辣鍋湯頭 然後如果是海鮮類的東西 就可以加入這個鍋裡面 我覺得是非常好吃 而且很鮮甜 喜歡吃中藥材的 它的那個味道也不會太重 所以不會讓你說不太敢喝 好香喔 很好吃耶 真的很好吃 這個真的非常推薦給大家 好 再來 我來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呢 它的這個 我覺得這個大家應該也很好奇吧 就是它的番茄 番茄湯底 我剛剛有特別提到 我真的一定要先食喝 我才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分享我們的感覺 可以在小邊幫我再拿一個那個碗 這邊 好 然後呢 我來喝一下那個番茄湯 番茄湯是滿滿的耶 我剛剛把兩包都加進去囉 來 我來喝喝看 好香喔 欸 我的海底獨製撈撈鍋 已經差不多快完成了 我先把火關小一點 其實在家裡就是你用一個簡單的電磁爐 然後再用一個鍋子 你就可以煮了 所以就很方便 所以大家不用太 不用覺得太麻煩啦 這樣的話就可以獨自自己製製一個 撈撈餐 好了 我的撈撈餐已經好了 剛剛煮的料理也熟了 我先來喝一下番茄鍋好了 大家趕快幫我們分享起來 喜歡吃海底撈的 等一下最後還有 非常推薦的自煮鍋給大家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自煮鍋 我覺得還不錯 哇 這個番茄超濃郁 我把兩包加下去是對的 我覺得喜歡吃番茄的人這個很重要 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它裡面呢 番茄鍋是用那個日曬充足的新疆鮮熟大番茄下去煮的熬煮的 然後它非常清爽也非常的就是不會酸 它真的不會酸 因為它上面雖然有寫酸 但是我覺得它一點都不酸 它的那個番茄其實吃起來的味道非常的濃郁 而且非常老少嫌疑 在家裡大人小孩一定都超愛這一鍋 因為麻辣一定是挑人嘛 不一定每個人都適合 那三鮮裡面會有一些中藥材 有時候小朋友或老人可能沒有辦法吃這麼重口味的 非常推薦番茄鍋 番茄鍋真的很好 超級入味耶 它的番茄整個就是非常濃郁 整個在整個湯頭裡面你就是喝到番茄湯 它不是稀釋過後的喔 它真的是番茄的味道非常的重 所以我覺得非常推薦給大家 我覺得三個湯頭真的都是很推薦 所以自煮料理包的部分呢 不管今天有沒有疫情的狀況下 我真的是非常推薦給大家可以囤在家裡面 因為除了吃泡麵以外 老實說我覺得泡麵就是那幾個口味 沒有其他的可以做選擇 不然就是水餃頂多也就是一般的水餃 它也沒有辦法做一個特別的選擇 所以我真的非常推薦這個湯頭 你今天自己想加 也可以把自己家裡的泡麵加進去煮啊 也可以DIY 所以我覺得真的非常推薦這個 那這邊呢最後也是再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的海底撈 海底撈 它推出的這個 獨享撈撈餐 就是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呢 就是精湛有85折的優惠 非常推薦 而且每一個人啊 其實老實說我覺得疫情情況下 大家真的都非常的辛苦 那也非常推薦就是大家在家裡也可以吃到好的食材 就是不要都一直吃一些 就是可能有加防腐劑過重的啊 或是其他一些比較對身體不健康的東西 所以我們真心很推薦我們的獨享撈撈餐 因為你今天呢其實老實說啦 你看喔 假設說如果你今天選了三個湯頭裡面 其實它裡面啊 看你選的是 牛肉 豬肉 雞肉 魚肉 其實它裡面啊都是有 應該是說本身肉質裡面都會有含一些維生素 所以其實也可以提高你自己的免疫力 那還有一些可能要多吃青菜啊 老人家都說要多吃青菜等等之類的 其實全部裡面都一次夠足就可以含在裡面 所以一整鍋啊 其實大家也不用擔心 會吃不飽 那這邊呢就是非常推薦給大家 因為現在才有八五折 真的是強調現在才有八五折 所以呢這個是額外再提供給大家的服務 所以海底撈真的是做得很用心 所以非常推薦給大家 好 那最後呢我就來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最後 因為呢其實我們還是會有營業時間嘛 所以呢我覺得大家一定會擔心說 那我如果宵夜肚子餓怎麼辦 大家不用害怕 我來跟大家說一下 宵夜可能大家也懶得煮這麼多 然後又麻煩 所以呢 這邊我跟大家說我們推出了什麼 我們的海底撈自煮鍋 超級厲害 將將將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還沒拆封的喔 等一下我會直接煮給大家看 這個超級厲害的欸 等一下我們就來打開揭曉裡面的食材有哪些 這個呢我一樣是選他們最經典的麻辣嫩牛 所以呢我這邊就要給大家看一下 宵夜也不用害怕肚子餓 我先來拆箱 其實我覺得現在呢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只要收到一些宅配的東西 或者是你要在拆包裝的時候都會有一個期待感 就會覺得說 這好像是我現在的就是今天的樂趣 因為我想要知道裡面到底有什麼 其實可能本來就肚子 因為在家其實好像也沒什麼事做 然後就會覺得好想要一直吃一直吃 所以我現在呢打開來看 而且我真的要提醒大家 因為這個方便在哪 完全不用開火也不用煮熱水 你只要加冷水進去就可以完成 超方便 因為宵夜我真的是懶得開火也懶得洗碗塊 也懶得做料理 所以呢這個是一次幫你做煮的 我覺得這個很不錯欸 這個在我們金站一樓有賣喔 我們的小花車現在有推 雞推 欸其實我覺得它的這個質感做得很好欸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這個蓋子做得很美欸 然後我先把它打開好了 裡面有什麼我來看看 裡面有粉絲 然後還有蔬菜包 綜合蔬菜包 這邊大家有看到嗎 綜合蔬菜包跟粉絲 然後呢下面 哇 魔鬼藏在細節中欸 下面它還有附一個餐具包 超可愛的 你看是不是懶人非常適合 因為我就不想洗碗塊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牛肉條理包 這個牛肉條理包 然後呢 欸其實很多欸 然後再來呢 是我們的青油麻辣火鍋湯底 所以它總共有四包 一個是湯底 然後一個是我們的牛肉料理包 然後裡面應該就是都牛肉啦 然後呢 再來就是我們的綜合蔬菜 一定少不了這一味 一定要吃蔬菜才會健康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 最後一樣就是我們的粉絲 好 那我們一樣呢就是自己DIY 教大家怎麼做 因為我覺得第一次來 第一次買或者是第一次吃的人 一定都不知道要怎麼樣去煮它 所以呢 這邊呢我會跟大家講 它有分兩個碗 這個 有兩個碗 這個呢就是我們可以加熱 因為它裡面有附了一個這個 這個是那個自發熱食品的發熱包 它就是放在最下面 好 然後我們先把 就有點像是在下面水 就是加冷水直接讓它煮開 然後這個的話呢 就等於是我們的鍋子 所以我們如果今天肚子餓 宵夜 不知道去哪裡買東西 因為不可能Foodpanda或UberEat 24小時幫你送餐 因為有時候半夜可能還叫不到 好 再來 你看喔 先直接把它打開 然後直接把它放在我們的鍋子裡面 大家看得到嗎 會不會太低 我來把它放上面一點好了 用這個墊 等一下喔 好這樣子 然後呢 再加入 再加入我們的牛肉包 牛肉調理包 剛剛粉絲就是一般的冬粉 大家有看到嗎 好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牛肉料理包 好 然後一樣把它加進去 裡面是牛肉塊耶 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是牛肉塊 而且也是麻辣口味的喔 嫩牛 裡面的話牛肉塊總共有還蠻大塊的耶 總共有三塊 三到四塊左右 好 然後呢 加完牛肉的部分呢 我們就加上我們的蔬菜好了 哎呀 蔬菜包 來 加上我們的蔬菜包 好 其實我覺得宵夜吃這個啊 真的很方便 因為每一次啊 其實我每次要吃宵夜的時候 我媽都會說 你每次都要叫我煮很麻煩很囉嗦耶 那你不如自己這樣一次一起泡一泡 還比較方便 好先把蔬菜 綜合蔬菜 哇賽 裡面有什麼我來幫大家看一下 它的綜合蔬菜裡面很多耶 好香喔 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綜合蔬菜有木耳 然後蘿蔔 有白蘿蔔 還有筍子 裡面蔬菜 大家有看到嗎 木耳 對超多的 這一定會很飽 而且我覺得啊 可以欺騙自己 因為雖然吃宵夜會胖 但是它的主食是冬粉 所以可能 應該是說它的主食是那個粉絲 就是冬粉啦 所以它其實不會 應該是說熱量比較少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好 然後呢 這邊再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有我們的麻油 麻油辣椒 好 然後我們一樣把它加進去 滿滿的麻油耶 就跟我們剛剛的那個湯包料理一樣 如果今天你可能真的不喜歡吃太辣的話 你也可以只加一半 就是它的那個香味的話 就是提香就好 不用加太多 反正自己煮就是因人而異 你們如果自己敢吃辣一點的話 你就全加 然後水可以不用加太多 那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怕太辣的話 你就水加少一點就好了 好 然後呢 這邊呢就是要麻煩 好 我們這邊呢要等一下加冷水喔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先把這個我們的料理包先打開 OK 好 我跟大家講 因為呢剛剛其實我也有注意到 其實它裡面啊會有一個刻度 你的水位應該要放到哪邊 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啊大家有看到嗎 旁邊有這個注水位 旁邊有一個小小的透明的刻度 有一個注水位 大家有看到齁 好 然後你就是把水加到那個位子 就會是最剛好 最剛好的一個濃度 好小便要幫我們拿一下水 小心喔 好 然後我們這邊直接先加一點點進去 然後水位在這邊 等一下喔 好 這邊我加一點點 好 這邊加完水之後 這邊 這個也要 下面的這個 自煮發熱包 它也要加水 那這個的話呢 下面就加一點點就好了 可以再 就是有淹過這個 自煮發熱包就行了 OK 好 好 然後就是淹過它 淹過那個包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料理 放在最上層 其實再加這樣子我覺得蠻好玩的耶 或者是可以煮火鍋給愛人吃 我覺得也是不錯 因為現在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你也可以 也可以買來就是送給愛人 然後呢我們就等它一下 它等一下 欸它已經在冒煙了耶 超快的 大家有看到嗎 超扯的耶 它已經煮熟了嗎 我才剛放下去耶 大家有看到嗎 等一下等一下 我才剛蓋蓋子 我有點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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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超級好玩的耶 我覺得這個真的可以買一個 回家自己玩玩看 這個 然後呢我們就等一下 放在旁邊讓它煮熟一下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可以吃了 你看宵夜有多方便 這是海底撈真的是專屬的服務耶 你看在外面泡麵 你還是要加熱水進去 然後要燜煮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好的發明 宵夜吃這個真的是非常讚 好 然後我們就等它煮一下 所以呢 在煮的過程中呢 我們可以等它煮熟 然後呢 最後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呢 就是在海底撈這個專櫃 我們就是來跟大家介紹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 多重的服務 那今天推出的三個服務呢 其實真的都是非常special的 那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料理包 所以我們精湛的一樓呢 其實大家如果真的有路過轉運站 或是真的要回家的路上 大家都可以買我們的自煮料理包 那料理包的部分呢 就是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湯頭口味 然後再去超市 或者是你可以去 因為現在不是很方便嘛 就是你除了買料理包以外 你也不一定會買他們的生鮮食材 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去你的那個 家裡附近的便利店 或者是可能超商類等等之類的 可以去叫Fu Panda 叫生鮮超商食品 也可以做這些的料理 所以呢 這邊呢其實我們也有提供 我們生鮮料理的服務點餐 所以大家都可以做選擇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的獨享撈撈餐 就是這個 我們的獨享撈撈餐 然後它的湯底呢 就一樣可以三種選擇 然後如果你今天是懶得煮 今天可能不想在家裡 這麼大費周章 煮這麼多食材的話 你只想要一個人吃 或是你自己住 想要自己吃的話 一樣可以選擇這三 就是這個 海底撈撈餐 然後我們一樣打85折的優惠 因為原價的話是235 現在只要200塊 而且剛剛也有看到 裡面的肉片超豐盛 裡面肉片真的是 不是那種很寒酸 只有兩片三片喔 裡面總共有八片 牛肉喔 而且是牛肉 所以非常推薦給大家 然後呢 最後一個就是 我們現在在煮的 我們的自煮火鍋 那這邊呢 其實我們的貼文裡面 網址都可以看到 我們的外送服務專區 所以你都可以直接在上面 點選你喜歡的 因為上面的話 也可以點選你想要的 湯底鍋料 或者是四個組合 也可以在上面做選擇 所以大家呢 就是非常推薦 推薦這個好禮優惠 在家也可以吃得非常豐盛 最後呢 就跟大家說 精湛獨家折扣碼 所以呢 大家記得 如果要下單之前呢 記得先不要急著結帳 一定要幫我們輸入這個折扣碼 HI5D HI5D 一定要幫我們輸入這個折扣碼 我們就會幫你打85折優惠 所以大家不要Lost掉囉 好 那我們自煮過也 也煮好了欸 其實 其實我覺得它不用煮很久欸 差不多 怎麼了嗎 這是外包嗎 這是外包嗎 上面 喔 這裡有其他另外一種口味啦 有番茄 我來看一下 上面的部分 它後面後面也有 欸 它後面也有教學吧 對 差不多 差不多3 欸 3到5分鐘就可以了 有 背面有步驟 對 所以呢 這邊非常推薦給大家 宵夜也可以吃 而且我覺得這真的很好玩欸 你看啊 它會自己煮熟 而且超酷的欸 加冷水就可以變成這樣子欸 我覺得這真的到底是什麼原理啊 很厲害 這個我真的非常推薦 而且呢 就是他們的湯頭每一個味道 真的都很好吃 所以其實 其實我覺得 海底撈的特色呢 就在於 其實有些食材 跟有些它的用料 真的都是非常非常頂級 再來就是 你外面是點不到的 比方說你要吃撈麵 你直接現在在生鮮裡面 直接點選你喜歡的撈麵 它就可以直接幫你下單 因為外面根本吃不到 這個料理口味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自煮鍋 我來看一下好了 我現在可以打開嗎 我先打開好了 很緊張欸 哇 將將 欸可以欸 其實它 其實它這樣子就可以煮熟了欸 我覺得還不錯 可是我覺得這個有點像泡麵一樣 因為你還是要攪拌它一下 因為它的那個料理包的部分啊 菜的部分可能會黏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攪拌一下 然後再讓它燜煮 OK 其實它的味道就是麻辣的料理啦 應該不用我特別再多做介紹 我們就是讓它燜煮一下好了 好 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這三個服務 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會喜歡 大家在最後有沒有什麼想要問的 應該是說後面有很多粉絲進來 都不知道我們今天在介紹什麼 沒有關係 雖然現在已經到了我們的直播尾聲 但是還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推出了非常多 在家可以自煮料理的防疫包 那除了這些美食以外 就是你可以在家也能吃到非常美味的海底撈 因為剛剛我說其實像他們這個湯包的部分啊 真的是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在家可以囤貨 因為這個不是只有最近才可以吃啊 就是你之後呢 想到你不想要出門 你也可以在家自己用餐的海底撈料理底 就是鍋底 那再來呢就是我們今天推的獨家撈撈餐 那撈撈餐裡面呢 這邊再跟新粉絲們說一下 我們的獨享撈撈餐 是我們真的是精湛特別獨家推出的 我們就是分了三個倉底 然後我們就是有先幫你做好一整個set 你全部都吃得到 那主菜的部分就看你喜歡吃牛肉 豬肉雞肉跟魚肉 就是看你自己喜歡的主食 裡面呢就是有包含了我們的青菜 青江菜 然後還有我們金針菇米血糕 還有小麥豆捲 然後最忘不了的就是我們的海底撈血旺 所以呢這就是我們的獨家組合料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吃到美味的一鍋 在家也可以好好享用 好今天呢就大概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什麼想要問的問題 或者是想要知道我們的購買連結 都可以到我們的貼文上面看 點選一下網址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打電話來金站的海底撈做詢問 我們的人員服務都非常的nice 所以呢就是大家都不用太擔心 如果有什麼疑問都可以打電話到金站海底撈喔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就到這裡囉 掰掰